这个就是华沙的地标性建筑 我觉得刚才找了好些地方都没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 因为这边的树太多了 绿化太好 然后呢找一个能够放摄像头的位置几乎没有 昨天呢 这个村谱中口来到了这个华沙 在这个中东府那边 然后我照好也路过 可惜啊就是差了半个小时没看到人 因为它那个周围但是都围上了 然后我们一看这驾驶可能是没开始了 然后我们就绕着那个华沙老城走了一圈 回来之后看不完事了 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撤回 然后今天呢我刚才在我车后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电影院 我在这个电影院里呢看了一个电影 不错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 这种共产主义式的这种建筑 节省模式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是很干净的 有小孩在这玩 几乎是没有这个黑人 几乎是没有 亚洲人也没有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 当你能够在这样一个纯粹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走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一种快乐 因为你体现的是异国风情 而不需要这个看本国人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我昨天是在楼的那边走了一下 然后今天我绕着这一侧走 看看在这一侧到底有什么东西 哎呀好热 天太热了 同志们 昨天的话呢是有点冷 今天本来爆的有雨啊 但是这云菜 我看云菜的架势可能是不像能下 这边很圆 晒太阳的人很多 在这样一个地方啊 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谈恋爱 找一个波兰妹 然后我们谈一场轰轰烈烈的跨过爱情 我们只谈三个小时 我觉得可以写一部小说 三个小时或者是几天的这么一个爱情 哎呀真是美好 这地方 你看这妹妹还是很多的 一个大哥泡四个尿 他可以分我两个吗 我前来要求他分我两个 他这太多了 他不想他搞得定啊 哎呀 这是卖气球的 那边商业人是不是很发达 嗯 谢谢大家